從此以後,從今以後 各公安部門,各界信方部門 不再接待,不再等級,不再攪拌 都不能被辦了 到2008年的10月8日 因為這個破產,是中央領導局開始的破產 是府中民開始的破產 就按徐藥屋造了個家政策 徐藥屋是廠內營菜中心的特殊人員 不說工廠,就是叫賣斷工領 不賣斷工領,就不給粉溫簽的獲釋費 各級都在攪拖子 24時7號文件之前 也需要我沒有粉溫簽的獲釋費 後來我就找了助官部門 又找了生死信方局 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執行國務院服務的令 沒有生活費 要給你生活費,我也在下方跟你一樣去上 那我就沒辦法了 被逼迫 我就來回京市 狂告了 就狂告習近平 這是從這地方我就回憶起來 當年我見了個習近平 沒有現在的副主席這麼圍縫 有偉權 說停止就停止了 所以兩個案子都不能出門 磨奈 來上方 我照顧多少黨員 公安部 檢察院 總體會 司法部 老總包裝部 我都去照顧 可是這一次我遭到了中紀委的領導 中紀委的法律和勞免 我又遭到教授 我很感謝這個教授對我的接待 詳細聽了我的承受 我覺得 這個習近平 他 從我的承受裏面 他不應該當國家主席 因為他本身就是從下降不幹活 都是打砸槍 拿了這麼多人 拿了這麼多的剛才我回憶當年 我在那國棒的時候 因為這個 鋼鐵非常嚴格的 做出來的港頂如果 配料配不好 就可以出費貧 四天 能造成成本提高 為了嚴格要求 我才去辦公室回報 我多次見他 就是現在的黨警的副主席 軍委副主席 所以我有一個強烈的幹 一個強烈的要求 我認為 被胡錦濤主席 把人看錯了 他不應該 宣布 習近平 做 國家副主席 叫這樣的人去當 副主席 我們中國本來就亂 這樣幹下去 那就會幫我們中國滅亡了 這不是關於我一個人 你看全國 你看全國 我已經看到報紙上等 佔中任說的百分之十八的上方了 就佔好幾個億 這麼亂 他們說越來越多 習近平不說 搞了那麼多的剛才 像落味 二十五的落味 二十的平味 再加上換五的現財 換六的 換八的現財 在普通的情況下 改大陸的時候 他拿了一口 從來不給國家 不給這個國有企業 交一份錢 而且還搞假出手 他得到貪污 倒取了多少錢 他有一個下降的職部書記 賣館賣到一個縣委書記 又賣到市委書記 又賣到生章 又在福州當了聖委書記 還在四川幹過 我這一次他的監禮 我還看到在上海當過聖委書記 一級一級的賣 十七大他被賣到 中央政治局 常委之一 後來不是選舉的時候 是買的票選舉的 選上了副主席 胡錦濤主席人出了任 你再想念 他們是怎樣偷場的剛才的 習近平是怎樣偷你場的剛才的 偷了多少噸 下多少錢都要說清楚 習近平從下降下到職部 就是職部書記沒幹過活 在1976年 1977年 78年到1979年 這一段時間都是我國幫的 習近平多次去拿我們藏的港頂 還讓我們藏的前線主任 張西恩幫他聯繫 在西港拿出茂皮 到三港拿出判院 拿翻柳的 翻柳的翻柳的翻柳的 翻柳的 還最小的是翻柳的 就是改柳板改加速柳的用的 比較細 改辦公大柳就到了 還有炸成柳味 還有翻柳柳的柳味 拿到賣了這麼多錢 到處收賣 而且從他當了副主席以後 利用他的圈子 在2010年的1月2號 他就成了西岸 有主管學校 學校的學生 每個學生幫這個解讀費都1萬塊錢 有好多假裝翻譯 請你把那個 他貪污鋼材那時候經過 貪污多少鋼材 價值多少現金 他從1976年開始拉鋼材 到1979年 我是80年退休 經過我的國幫 我們這間主任 和我們長的懷季 給他累計計算的留稅帳 是37個多億 在這個時候 懷季有意見 就給我說 你整天給主任回報 整天給公眾司會報 為什麼不僵 這個賬做不了 30多個億了 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給蔡家主任翻譯 蔡家主任就說 你知道他是誰吧 我說我不知道 他是習仲勳的兒子 而且他帶著一幫 還有曾慶紅 其他人的名字也多 我沒記住 我記住他兩個的了 後來呢 他當了副主席 他用了監禮以後 我看照片 就是他 我沒有認錯 完了30多個億的時候 他已經 他已經 我的主任已經害怕了 他把我身上拿到這個 生 早在說的 吃了飯 喝了就 喝醉了以後 把這個留稅帳 30多個億 把他少了 你把這材料 往上翻譯之後 他報復你 我反映了以後 我反映到 中共中央 假一號辦公室 全國人大辦公室 國務院辦公室 我反映以後 我非常認真 我說1985年 我 是不是報復你了 10月5號 我反映了 報復我的時候 都是 兩年以後 然後我85年 89年 又來反映 87年 87年的3月30日 就突然把我抓起來了 說我是經濟雜騙 你都把這個拿剛才怎麼報復你這件事 說清楚的好了 就拿剛才 我去反映他了 我寫的是西中勳的兒子 和曾經紅 其他人我沒寫 然後這個材料就轉到我們省上去了 轉到我們場面 原有的企業 他沒說清楚的 原有的企業 是三西中興機器廠 大廚房拆見 我們的拆見主任叫張錫雯 藏中和自立的主任 誰委託的你 是哪部分人委託的你 多少人是姓什麼叫什麼 都說清楚 委託港司要求我去給主任請死的時候 是兩個塊體 一個叫劉玉智 一個叫李崇華 我給主任談了以後 主任說他不當官 他說呢 他是習中勳的兒子 也是曾經紅 還有其他的那個名字 我沒記請 我記請是這兩個 然後我們主任呢 又通過場裡面總和主力的主任 還有劉玉智 還有李崇華 還有叼度昌雲賓 大家通了一下意見 給我開了一個 你把參加提報的那個人名也說清楚 都是誰委託你向上反應這事 我跟你說我來剛開的是兩個塊體 一個叫劉玉智 一個叫李崇華 後來是叼度昌雲賓 还有器材链的链章 剑法面 还有唱中和子弟的主任杨华 谁见主任张锡文 我们七个人在研究了 研究了以后 他们六个人的委托 是唱中和子弟的主任 看的委托书叫杨华 您马上反应有没有委托书 有委托书 也有委托书的原件 也有唱的团体式的链的这个 拉了多少钢顶 换了多少线材 中文价值37个多亿了 我反应能说的37个多亿 后来一次把我们唱的拉的倒闭了 因为它是刑害大家的利益 请你把受迫害那些人都说清楚 都谁受到迫害了 受到什么样的迫害 给什么样的迫害都 受迫害的 跟我一起了七个人 六个分别 像杨华 他是个专业军人 他在部队上就是领导 到我们常来当中和子弟的主任 也是给他送了满性度 因为他有了病以后年龄大了就病了 有哪几个人被诊死 有哪位人面都报清楚 怎样妥害的都说清楚 第一个是我们把中纲切剑的主任 张细文 因为这些刚才都要经过他来批 经过他从一场里拉 刁主张细文 怀疾是李葱华和刘雨菲 他们两个有断牙签键的 有我们打资料签键的 合作来拉 这个港警拉的又还经过断牙 把他压成长桥切成块才能拉走 完了 这些人在不同的程度 都是满满的中毒而死的 常用斌刁刁度 是因为他 说经住是哪个人中毒死了 张细文 是他手工有37个亿的白条 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死这个 是男的 是个拆建主的 多大年纪要说经住 他比我小两岁 我今年就是76岁了 他应该是74 他死了一年 他已经死了10年多了 他往下说受伤害那人家都要说经住 这个张细文是第一个中毒死人 第二个死人是会计 是六女者 六女者是参加过康明冤 这个是男的是女的呀 是女的 都抱琴了 他参加了康明冤冤 他是个婚姻兵 就是蹦蹦跳跳的小孩嘛 43岁都参加了 参加康明冤冤了 专专业到我们厂来 任务开机 这人比较认识 第三个 再谈谈第三个 怎么样受到破坏 是谁 你有一只我说 你有一只就是高血压 跟我同学 同年同学 都是叔叔的 他是三一份上 我是八一份上 他高血压让他住院 给他撤出房间 住了没到三个月 就病死了 我会给你